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准备就緒 開始灑水作業 空禽直升機來回灑水灌救 順利控制火事 二十二日上午 東市領館處管轄的八仙山 事業區八五零班地傳出起火 由於同一個地點 農曆年前才發生大火 相隔半個月又有火警 領館處不敢大意 動員四十五人 並協調空禽直升機進行搶救 通天晚間六點 在苗栗大平頂公墓旁 一處資源回收場也傳出火警 火事猛烈延燒 廢棄物全都陷入火海 消防人員貨爆到場 趕緊布水線灌救 火警現場位處偏焦 水源缺乏 消防隊光從外頭的消防栓拉水線 就拉了兩三公里遠 在消防人員連夜滅火之下 野餘六個小時後 將火勢完全撲滅 多日無雨 草木乾枯 又逢客家掃木季節 消防人員再次提醒 一定要小心火株 連日的山林火警 也讓消防人員累翻 介坡汪雪凌波 從姚總廷 台中苗栗 福福報報道 歡迎您繼續鎖定義務報 您好 我是陳玄 我們帶您關心一下 是在今天早上八點多的時候 台鐵發生了嚴重的事故 有三名工人當時在進行相關的保養工程 遭到電力微縮車直接撞上 兩人死亡 還有一人在搶救當中 詳細的事發經過 台鐵還在調查 家屬得知二號 感到醫院原本好好的家人 如今命危 在醫院搶救 崩潰痛苦失聲 台鐵台東海端站 二十三號早上八點三十五分 發生一起意外事故 當時台鐵盜班工 正在進行倒叉抽換工程 工程結束後 留下三名池上公務盜班 進行維護保養 沒想到有一列 八七四二次電力維修車正在進行駕駛 訓練 直接撞上三人 其中一人當場 沒了生命跡象 一旁頭人見狀 趕緊家人送一急救 沒想到兩名工人由於傷症嚴重 在經過搶救後還是宣告不治 有一名患者在急救後還是宣告不治 那還有一位病人目前還正在急救站中 那另外有一名傷者 目前是有一些顏面骨折 這件事件也造成直上到關山之間 南下北上列車延誤 根據了解電力維修車進行駕駛訓練時 有發行車電報通知車站和調度等相關單位 到班人員也有派瞭望員 但為什麼還是會發生意外 台鐵正在緊急了解原因中 記者綜合報導